我 张选早安 一时的秀场天王 1980年代的学校 他的诸葛亮歌星秀 是红遍了大街小巷 甚至风靡了东南亚 那也因为人红 其实格外受到关注 1988年的时候 传出他曾经遭到枪击 而就在他人生巅峰的时候 没有想1999年 正是因为击欠了巨额的赌债 因而来生意 而这一消失 其实就是10年 直到2009年的时候 他被拍到在屏东行东台曝光 其实当时他还为了躲在 所以他特别改变了 他的招牌马孔盖的发型 如果这个曝光 也让他没有办法再跑路了 也必须重新来付出 那他顺势付出之后 其实还算蛮顺利的 接到了许多的广告 还有综艺节目 甚至演出的多档特罪国片 也都是票房的保证 都冲出了议员的成绩 没有想到在2014年的时候 他就是被诊断出了 这个大肠癌二级 当时因为他不想装人工肛门 拒绝开刀付积水 2016年的时候 癌食包又扩散到了肺部 暴瘦 不过其实今年1月的时候 他还为了宣传 他四次自演的大叫歌 电影大叫歌的 特别来到很多的电视台 录制除夕节目 甚至还到了直化街 来扫街造势 2月还参加了绕镜的活动 那也没有想到 这就是苏哥亮 最后一次的公开两项 好 张璇为大俗掌握 他其实最后一次公开亮相 是在2月的时候 那么4月人已经住进台大了 生前他其实有两个心结 包括一个是跟女儿谢金燕 另外一个是跟自己的好兄弟 于天之间 那最后都是他住进台大 这段期间大和解了 这一部分 张璇是不是有进一步的掌握呢 好 我们知道 在这个苏哥亮传出病危的时候 其实女儿谢金燕也跟他 终于破解这个妇女之间的心结 终于破冰 两根是一起发出了共同声明 正时两人是已经和解 那谢金燕其实在这段时间 是一直守在苏哥亮的并踏前 他是跟家人轮番来照顾 每天都守在苏哥亮的身边 来陪他聊天 那传出他也带了儿子 就是苏哥亮的孙子 去见苏哥亮 那至于他的另外一个 说是好友也说是一步 传出好多年的心结的 这个终于大哥于天呢 其实日前的时候呢 李亚平就有透露了 曾经在凌晨大约四五点 睡到一半的时候 苏哥亮呢 曾经有亲自打电话到他们家 来跟于天聊天 其实呢 也是要来化解两个人的心结 而最了解 在挂掉电话的时候 当时于天就忍不住大哭了 那算化解了他们心结 不过目前呢 朱哥亮离开元氏 想必呢 也是让家人 还有演艺圈的好友们 都相当的不舍 想要我掌握到最新体系 好 谢谢张璇 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为大家所掌握 这是最新的画面